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年前 蜜蜂灭绝 导致了三分之一的能作物无法受粉 进而造成了粮食危机 整个生物链断裂 世界末日很快就要到了 第四百五十六次实力 主人 离世界末日还有三百天 请继续努力 容姐 不要灰心 我们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真的 不要灰心 我相信你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我真的不想死 复活蜜蜂 是人类活下去唯一的出路 可这条路真的好难 我们真甜蜜公司 一直以人类的生存为己任 为此我们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攻克蜜蜂复活这一难题 今天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已经成功地研究出了针锋 我们希望各位 真总 蜜蜂复活实验明明失败了 你为什么要对外宣传成功了 你懂什么 要是不骗那些农民捐款 你们哪来的钱做实验啊 可是真总 大家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呀 你闭嘴 这件事情还轮不到你管 你出去 不行 我不能让你错下去 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你是疯了吗 人类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不能你浪费 我要管别人的死活干什么 我只要保证我自己能够活命之就够了 我一定要把事情真相告诉大家 只要我把实验记录发送出去 什么 大家一定会知道 这是个骗局 给我 这 这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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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妈 你在干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小球 这 这个愚蠢的女人 她居然想去揭发我 我只是提前了一点告诉了大家 蜜蜂复活的消息 她 她就这么不知好歹 你明明知道 复活蜜蜂的可能性已经是维护其微了 是的 是的我知道 现在世界末日已经不可避免了 我用之前骗来的钱 卖了明天离开地球的飞船票 好 我在一个园地那里 抢来的活命风 这点数量 已经完全不足以 拯救整个地球的生态了 但我们可以拿它 换取在飞船上的VIP待遇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你是我的女儿啊 人哪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知道 只有家人 才是最靠谱的 小秋的尸体 我们得处理一下 不能被人发现 好 我帮她偷到餐馆里去 既然这样 小秋你就安心吧 留在地球上的人 总之都是要死的 早点 晚点 也无所谓了 网友 早点 阿比 老远 大青 智云 我是吉 Phill 我答应我的事情从来没有做到过 如果不是我撞见他杀了小秋 他也不会主动跟我说飞船票的事 不行 我必须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妈 你干吗呢 晚上六点 飞船就要起飞了 我来收拾一下东西怕忘了 这么多东西 我帮你拿着秘方吧 不用 我拿着比较放心 妈 这马上就要上飞船了 这船票 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呀 船票 我帮你保管吧 晚上上飞船的时候 自然就有了 你别骗我了 你根本就没有给我买船票对不对 把秘方给我 有秘方 我就可以上飞船了 我不给 这秘方是我的 你是我的女儿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给我 我的钱 我的船票 我的VIP待遇都是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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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别人发现 妈妈死在了我的实验室 了 飞船票 飞船票在哪里 我 我要离开地球 我要活下去 我必须活下去 花海 把手打开 没事 你搜吧 这是什么 传票啊 把这个拿好 容生物带着飞船票来到所谓的上船地点 发现这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离开地球的飞船其实也是一个骗局 面对这一切容生物瘫倒在地上 至于未花将纳窝紧存的蜜蜂 是否能拯救时间 或许只有到了二三三三年才知道 一个人发呆 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 等待着花开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 竟然会尴尬 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